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乖 想到健康 台湾是米食文化的米食王国 所以各式各样的米制品都非常多 其中最受欢迎的米制品 就是我手上这样的米粉 从这个百分百的米粉 到水粉到炊粉 那到有一些市面上看得到的粉丝 它的含米的趴数跟浓度不一样 做起来 这个怎么样健康美味料理 而且健康好吃美味的米粉 在家自己做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刘伯恩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欣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罗隆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小儿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慕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量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量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刘医师 这个我刚开场给观众朋友看 像手上这一包是百分百的纯米粉 那这种比较粗的其实算水粉 那北部很多米粉汤是用这种 那传统的这个新竹米粉 现在改名叫新竹炊粉 因为它的含米量可能没有那么高 不过各式各样的米制品 其实是这个台湾的传统饮食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一般的观众朋友在摄取 在食用的时候 也可以健康的聪明的来用 没错 其实米制品来讲 我们现在来讲 如果摄取米这个东西 其实身体的毛病比较少一些些 此话怎讲 你知道我们现在除了这米粉以外 我们穿了很多面食类 都是一些什么小麦的这个麦糊做成的 这个东西来讲 其实我们也比较机会比较高一点点 我先讲案例给大家听一下 其实这个妈妈带她那个 三年级的一个小朋友来 因为她本身常常过敏 而且皮肤也不是很好 最重要是她常常中耳耳朵 听不太清楚 因为中耳积水 那当然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case来讲 如果像那种案例来讲 常听中耳积水 一定会在做个小手术 把耳膜打个小洞拍水 后来我们之前做过研究发现 确实有些小朋友来讲 如果是有这个情况 我们只要找到过敏源之后 把它避开 它居然是过敏会好 中耳肌脂也会好 那我就把这个 应用这个在小朋友身上 那妈妈我就跟她讲说 我们先应用过敏源之后 来再决定看看 后来我们把她验完之后 我跟她讲说 小麦的肤脂非常容易过敏 妈妈就开始头大 因为这个小孩在 从小就喜欢吃面食控 她很喜欢吃意大利面 只要拿就有什么意大利面 什么意大利面 她都喜欢吃 又喜欢吃面包 当然我们知道 其实我自己也觉得 这个味道还蛮好的 但是我刚才讲不行 因为她确实是里面脉肤过敏 你不管是面食意大利面 或面包蛋糕里面 甚至蛋饼皮 包子皮 水饺皮 很多都是小麦的肤脂做成 都会很容易过敏 她就问我说 米会不会过敏 我说米是不会的 因为很少碰到米过敏 我大概做过 那个上万例的 我目前只碰过 一个小朋友对米过敏 但是我没有碰过其他 几乎都不会 就这样改变饮食三个月之后 她的皮肤本来意味很严重 意味性皮肤炎 居然就好了 而且妈妈跟我讲一句话 她本来是要看耳朵中和积水 怎么连这个改变饮食之后 她的皮肤也OK了 我说就是一个小麦的肤质 当然如果你没有过敏 可以享受这些美食 但是如果过敏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 像这个纯米做的话 我们讲这种米粉 当然如果是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刚刚我们自己 也跟老师请教过了 你纯的米粉 百分之百 很容易断裂 对对对 所以事实上在过去曾经发现过 添加修饰淀粉 那修饰淀粉来讲 如果说是比较天然一点算 但是很多修饰淀粉是有问题的 在过去曾经发生过 起因具修饰淀粉 是有塑化剂成分的 那更糟糕 所以一定要认清 它的这个里面成分 当然我们讲说百分百 或者不管是到百分之五十 到百分之百 中间这种调和的 那当然如果是50%以下 是不能撑米粉 这我们都知道的事情 那简单讲 如果说今天善用 这个米粉做的这个料理来讲 对它容易这个过敏的肤质 过敏的体质 一定会有一些 很好的一个改善的情况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这一集 很棒 那我问一下这个新美医生 米粉汤 或者米粉制品 是台菜小吃当中 随手渴的 到处看得到的 其实本质上 米粉的热量不高 但是怎么样健康烹调很重要 对 其实我先呼应 刚刚刘医师说 我非常认同说 亚洲的米类文化 其实会比西方的面食文化 对我们大方向的健康是比较好的 所以像刚刚刘医师有提到过敏 我再提到一个案例 这案例其实我自己看到 我也是觉得蛮特别的 那是一个30多岁的女生 她本身是因为肉肉的 也没有到真的很胖 所以来想说 看能不能做一些减重条理 我就在她的背景资料 我发现 她说她以前其实有得过 肋风势性关节炎 很年轻的时候就得过 她肠味道不好 而且很常会拉肚子 我就从这些线索 一直抓抓抓抓抓 最后我发现她就是属于 对刚刚刘医师讲的 肤质过敏症 肤质其实对最多数 是在一些面条类 面包类里头产生 所以我再去细问 她果然她吃完面包后 她会肚子觉得胀 有些时候会到腹痛的状态 那因为我们看到一个 很明确的问题 在减重的过程 其实我们认为 是身体不平衡造成的 我就说这个你一定要调整 但她其实一直都还蛮困扰的 因为她最爱就是吃面 她很不喜欢吃饭 后来她做的取舍 就是她如果在外面面摊 她就会自己准备 因为其实像等一下 可能那个阿芳老师 也会介绍到 有一些现在的米粉 她并不是纯米做成的 所以她们就自己用 自己的米粉去做 所以她的面条 就改成了米粉 一般的食物就改住 食就改成了白饭 很神奇哦 她就在这样调整 总共六个月的时间 她体重瘦了15公斤 然后体脂肪瘦了13公斤 到目前还多掉了 一公斤体脂肪 体重没变 多掉了零点多公斤的体脂肪 最后一次来回诊的时候 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其实我为什么会说 西方的这个肤质的文化 相对下对长久健康来好 好像相对平均来说 是比较不好 而其实我们台湾 应该要善用亚洲的米文化 跟米粉文化 因为其实米类的东西 真的对身体过敏比较少 我们身体负担就会减少 身体相对健康 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 就要来分享 传统的米粉料理 老师今天要做的是 鱼片蚝蚝蚝粉 对 那我在做菜之前 稍微先看一下 其实我认为 我们的角度 应该要先从家里面 你要煮什么料理 然后你就知道 我要买什么样的米粉 为什么 因为现在从我们的食品 标示之后 如果你有稍微吸收一下 你就可以很容易 从你要做的菜 去辨别你要买什么 比如我们要炒米粉 它炒米粉炒起来是干的 那这时候你二话不说 你可以选择的就是现在 你会看到标榜的是 100%的纯米制造 那为什么选择这个 你看看相对 它有想说 因为它容易断裂 它没有那个Q度 对 可是因为我们炒 不会太多水 炒好是干的 所以你是可以 不要像以前 还要先煮一锅水 把它烫过 然后再来不用 就冲一下水 我们节目上都教过 就用100%的就好了 那如果你是要煮 汤水越多的 这个米粉料理的话 事实上你就可以选择 比如你会看到叫调和米粉 那调和米粉就是 它在这一包米粉里面 它的米含量有50%以上 它可以称调和米粉 但是如果你所看到的 这个米粉 比如说我们想炒的 那你买了这个细的 你想煮的 你买了叫炊粉 我们应该讲说 这边看到一个炊字 一个水字 这是在米粉加工的 这个制程当中 一种是煮出来之后 把劈在那个竹盘上面 去蒸过的 就是蒸熟的 它就叫炊粉 然后一种是把它投注到水里面 去煮熟的 叫水粉 就是说除了工序的意义上面 这时候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 这一包你可以 当你从后面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它可能淀粉的含量 会高于它米的含量 这样子 然后现在也因为 大家都需要去做标示 相对对我们的饮食是比较有保障 那你就回归到你所需要的料理上面 去选择就可以了 那这个比较粗的水粉就是 水粉就是像这样 常常看得到米粉汤 对 那个泡在汤水里 它可以泡很久 可以没有很久的 你看 对 你可以看到它 它会还有类似像钢琴雪的声音 对 它的组织结构就是很耐泡 那这就是耐熬 耐孔像台南的烧羹米粉 或台北的米粉汤 就会用的是这一类的 对 好 那我今天呢 那你今天用的是你带来的 是小包装的 小包装的 但是它也是百分百的米粉吗 没有 因为我今天要煮汤 对 如果我今天要炒 我在节目里面炒的 我就会带的是那种纯的米粉 那今天我要煮汤 对 我们要泡在里面 你就不适合选 好 然后我现在今天煮这个 古早味的这个米粉汤 因为我觉得一锅煮 其实是很方便的 然后也是真正的古早味 那我就先下汤底 那我汤底的部分 在锅子油还是冷的状态 我就把这个虾米 泡过之后来爆香 然后同时下一点点的葱花粒 好 我们爆香香米跟葱 然后准备一点香菇 那今天还会搭配芋头 所以芋头切块 那还搭配了一点鱼片 那这个是青鱼片 对 待会老师会煎 对 那我的香菇丝 要在汤头里面有味道 所以我泡软切丝了之后 我拌了一点点的酱油 先吸在里面 好 先让它吃一点点盐 对 酱油 这是一个台式料理的很基本味的 就是葱 香菇 虾米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好 然后再来我们这时候 就可以来冲热水 好 那基本的汤底 其实就可以加糖的完成 热气都出来了 好 好 就把这个热水放进来 好 那这个就是很方便的台式的高汤 高汤 然后我现在就把这个芋头块 然后我芋头块 我没有所谓的油炸 我基本上在家里面就是新鲜销 然后我们就切 但是它大概有一公分半到两公分的宽度 然后再来就是煮芋头的窍门 不要盖盖子 真的 对 就是你让它煮吧 然后它就会随着 它的温度锅压就不会升高 然后可以煮到里面透 可是不会有锅子的压力把它往外推 你的芋头就不容易都散掉 都散掉 散掉这样子 香菇水我也一并放进来 好 高汤 对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像什么 鲧鱼米粉啊 什么海口味都有那个米粉汤 对不对 对 就是煮鱼 然后它最经典的就是要把鱼拿去稍微的炸一下 对 那炸一下 煮鱼头也是这样 对 然后可是在现代的家庭就没那么适合 对 那我今天用的是家庭的青鱼片 用煎的 对 连没有常常在煮饭的宁官都会说 青鱼拿来煎很好吃 烤也就算烤也很好吃 可是问题是家里面会有油烟味 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换另外一个方法 我们把它包起来 好 让它的那个鱼腥味油烟味降低一点 所以这里面 所以这里面 在煎它的时候鱼腥味也会比较低 对 而且你反而可以把它比较好 就是那个鱼油 不要那么留在里头 宁官你还可以帮我把那个锅子下一点油 好 而且不要太少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爆香的时候已经尽量的油 稍微少了一点点 对 然后我现在把那个鱼 完整的鱼皮 对 借由蛋 把它还回去把它包起来 好 我论一下这个锅子 好 论一下 对 好 所以裹上面粉的鱼块 对 就是裹上干面粉 对 你就把它让它沾上干面粉 这样子它表皮会有那个蛋液蛋香 跟黄色 对 那如果你在家里面 真的有遇到肤脉过敏的孩子的话 你可以把它用成我们的米谷粉 就国产的米谷粉 好 因为粉在这里只是一个 表层的戒指跟保护膜 对 那那个蛋香 待会如果入汤里头也香浓 然后我们的鱼块也比较不会散掉 对 它就会像 我们早餐煎个蛋饼 对对对 其实是一举同工之妙 可是你换出来的就是 你本来它会有很浓的鱼腥味 就炸的那个煎炸的味道 你真的很聪明 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换回来 变成我们早餐只是煎一颗蛋的那个香味 但是它的热力就足够把我们里面的鱼 它的鱼油水分通通都留在那个 整个的这个里面 然后可以开始往外剥 中间我把油脂推回来 记不记得我还有什么 我还有剩下的一点点的蛋汁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 顺便做蛋酥 对 就是做蛋酥 天才 天才 然后你可以看到当第二面煎定型了之后 你可以任意的斑驳 因为它因为有面粉 有这些淀粉 它就非常的稳固 对 然后我们讲说以前妈妈都会来汆烫米粉 如果我们今天透过节目的分享 那你就学到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你要炒米粉 你就记得我要买那个50%以上的米粉 买最好调和以上甚至是纯的 那你就那个过程不要再像以前去烫鬼 你就是只有水去灵洗一下就可以拿来炒 什么温度的水 冷水 对 你不要再用热水 因为它已经是纯了 那么不耐你又用热水的先烫伤 你又要再去炒 它不就又更受伤 那煮的纯的会烂吗 那你就用这个 那已经说要煮了 你就不用再花一次 又再去烫一次 所以以后那个节省能源的事情 就透过于这个节目就把它学起来了 好 那现在我的汤锅飘出来芋头香 只要它是淀粉 它的血糖就会冲很高 它只要是油脂类的东西 血糖就不太会变化 所以它是食物里头淀粉全部拿掉 它就只吃油脂 鸡肉跟青菜 所以可想而知 它后来其实在一年多 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它胆固醇指数整个冲高 那很多人就会说 没有钙钙子它到底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一定会以为说 这个是没钙的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外面崩糊 可是来你可以看到 好厉害 筷子下的 形体很完整 可是你是不用经过煎不用炸 你就是很完整这样一块 它不会崩 然后这时候我们先把味道稍微 我放我习惯性 放一点鱼露 微微一点点的酱油 然后呢 就把我们的这个米粉 你可以看到 它只要稍微浸泡一下这个冷水 它立刻 软化 它熟得很快 对 所以这样的芋头露汤又不会烂掉 然后米粉它又不用久煮 因为它很细 所以它就会清爽很多 清爽很多 然后你会发现我们刚刚 整个爆香其实是很节制放油 对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油在哪里 我们的油在这里 在鱼跟蛋 对 对 然后它又有一点日本人煮锅烧面 有炸那个天妇罗的面衣的润饰的效果 好天才 然后呢 好厉害 我们古早味 家里面备一点点的油葱酥 然后扇食纤维的部分 我今天就放大量的芹菜末 我跟你讲 正在看电视的观众朋友受不了了 然后少许看个人喜好 我们就放一点香菜撒胡椒上桌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太好吃了 阿峰老师 这个米粉的香味 而且我们讲那个鱼 其实这种做法 我们一般来讲 好像就煎啊 或怎么样 诸如此类 那阿峰老师把一个 淀粉然后蛋酥包在外面 那种做法来讲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技巧 我们讲鱼的油很重要 但是鱼油只要高温 超过一百三四十度以上 它的Omage三尺防酸 就会被破坏掉 那这个来讲 它外面锁起来之后 里面的用热进去 它湿度在 里面鱼油不容易变质 所以它里面我们吃不到 那种臭车那种鱼腥味 而且反而是臭鱼肉香味 这一锅实在太棒了 这牙口不好 那米粉这样做也非常棒 米粉确实是非常好的 一个膳食主食来源 但我特别提醒 有些营养不良的人 要注意一下 因为我曾经过老伯伯 他是这样 他在七十多岁 那因为他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来讲 装一些假牙 那吃东西就不是很方便 那他们家有请外用 那最终是因为 他的儿子发现 他爸爸好像身体 不是非常好 好像营养不良 我们后来研究他的主食 因为这样 他就是米粉汤 因为这个宝贝很喜欢 喝米粉汤 然后他外用米粉汤 弄完之后呢 可是问题是 他就米粉汤 他少了很多东西 蛋白质也没有 现在蔬菜也很少 藏地下来 只有这些微量的米粉 里面带来的微量淀粉 一些碳水化物 他蛋白质有一些些 但是蛋白质少得非常可怜 那后来我跟大家讲说 宝贝是非常严重的 蛋白质缺乏 我真的是缺乏 那我当然用这个 跟他那个外用 用英语交谈 我说你要加什么加什么 那他儿子还说 要记得要记得 Remember remember 那我就Don't forget it 对了 一直跟他讲 我请他做米粉汤里面 一定要有些碎肉 然后一定像 譬如说我们把菜 不管叶菜或什么 请他把它弄成一些 青菜末弄进去 你煮糊化之后呢 老人家牙口还是吃得下去 对 然后呢 我跟他讲 你是肉以外 我们不管 但是他说鱼肉 会不会有这个鱼翅 那我说你真的把鱼翅 再注意一下 因为老人家最怕卡到鱼翅 那OK 那鸡肉鱼肉 猪肉都可以 调了三个月之后 我后来再回来看他 那个伯伯就本来瘦 后来那三个月 胖了大概三到四公斤 那讲话力气很大 他可以讲话跟流利 而且他儿子跟我讲说 他记忆力变好很多 本来就很消沉 好像忧郁的状况 那所以我要强调重点是 米粉非常好 里面来 我想当初有没有 非常好的消化一个主食 而且他不太会过敏 但是你当初用米粉来讲的话 营养素缺乏还是要注意一下 所以阿方老师的主法 就会补充各式各样的全营养 那请教一下罗医师 有一些糖尿病人 对五骨跟筋类的摄取 要特别注意 那尤其是食物的GI值 事实上影响我们的血糖 那其实我们的主食里面 第一个大主食 大概就是五骨跟筋类 它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 淀粉来源 那淀粉来源的部分 对于糖尿病病患来讲 它的一个升糖指数 所谓的GI值就很重要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 门诊一个大概45岁的一位先生 那这位杨先生 他其实他平常大概在 诊所控制他的血糖 都很规律的去看门诊 那糖化血色素 大概是7.4左右 稍微差一点点 那看一下他的一些血糖记录 那空腹血糖最高 大概就是130 140 那饭后血糖两个小时 测起来大概最高 也大概就是150左右 那他其实血糖波动幅度 不是很大 不过他就是有一个 很奇怪的现象 大概就是他每天早上 吃完早餐之后 大概一两个小时内 他不太确定 大概时间多久 他常常就会有一个 头晕的状况 那因为他血糖记录 看起来其实好像 波动幅度不太大 那医生也就会觉得 奇怪 找不出问题在哪里 不然先到医院去 排一些检查看看好了 那就到门证了 我就帮他先把一些基本的检查 弄一弄 看起来都很好 那我还是很高度怀疑说 他的那个饭后血糖只有高 但是因为我们只有测到 两个小时的血糖 那建议他住院 他觉得他不方便 因为他要上班 那刚好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医院有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有给我们的 糖尿病病友 有体验 免费的一个体验那种 我们一个24小时 可以监控血糖的 血糖监测仪 他大概就是贝壳大小那么大 他可以贴到我们的腹部 或者是手臂上 那贴一贴他就可以回家去 那仪器就会自动监测血糖 那病患的部分 他只要配合说 他这个礼拜 他可以帮我记录一下 他三餐吃什么东西 那配合大概一天 就是测一下 他三次的指尖血糖 做一个矫正的动作 那一般这个仪器 我们可以贴五天 但是如果病人的状况好的话 可以贴个一个礼拜 那一个礼拜之后 回来之后 就帮他把这个血糖仪器拆下来 然后去做分析看 果不其然发现说 他其实他的餐后血糖 并没有像我们记录 或者是测到那两个小时 那么只有150 他其实最高可以冲到180 其实很高 那再来就发现 他其实他的餐后血糖高峰 出现的时间 也不是像我们大部分出现时间 在两个小时 他在一个小 一个半小时就出现了 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测 他两个小时的血糖 都测不到他高血糖 然后永远找不到 他头晕不舒服的原因 那另外也发现说 他其实早餐 他常常就是早餐 他吃的东西都会 有一些很喜欢吃 馒头啊一些那个吐司之类的 其实像我们看 刚前面有讲过 精致淀粉高硅胎质 对很精致的高硅胎质 像馒头啊这些白吐司 几乎他的硅胎质 都在70以上 那属于一个高硅胎质 所以表示说 他其实吃了之后 很快我们身体吸收非常快 血糖就会很快冲上去 像刚刚我们吃那个 很好吃的米粉 他硅胎质大概算中硅胎质 大概就是在55到70中间 那更好的大概就是55以下 属于一个低硅胎质 像我们的燕麦类的草米类的 这些东西 后来就跟他讲说 其实你一个就是 您的超后血糖出现的时间 比较早 再来就是另外一个 您早餐吃的东西 几乎都是高硅胎质的 那其实当时我也是建议 他说你可以选择米粉类 就是中硅胎质类的 当您的早餐 那稍微配合一些 比如说芋头啊 或者是优质的蛋白肉类 肉类的部分可以选择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的鱼类 做一些调整 然后再配合一些药物的调整之后 其实他后面 他这些症状就有比较改善 因为他炒面里头加了很多的油 所以其他面店都不能选 只能选这间 利用大量的蔬菜去做取代 取代他对油饱足感的 这一件事情之后 其实他的这个炒面就可以戒掉 他吃面条啦 然后他吃面包啦 这些食物的时候 好像嘴巴破就比较明显 米粉汤应该就是米嘛 昨天小孩子嘴巴又破了 其实米粉里头富含的淀粉 如果是肠胃比较差的人 消化起来也会比较辛苦 对 我之前在门诊有遇过 有一个妈妈带着他六岁的小男生 跑来诊所看病 他主要抱怨说 昨天下午 昨天晚上 一直到今天白天起床的时候 都一直喊说肚子很痛 不舒服 那我们就说 奇怪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吐 也没有拉 那小孩子就觉得说肚子很脏 然后想放屁也放不出来 有的时候肚子痛 妈妈总是会跟孩子说 你去上厕所大便一下 大完便应该就会好 他真的去蹲马桶 蹲厕所 也大不出来 那既然妈妈说 他是昨天下午晚上开始有了症状 我就问妈妈说 妈妈 他早餐吃什么 中餐吃什么 妈妈就想说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啦 我还特别提醒妈妈去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较难消化的 妈妈就说 那应该有啦 那个最近在选举 当时是选举 他跑去一个庙口旁边 有那个选举赞助的炒米粉 那小孩子说 这辈子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炒米粉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大锅炒出来的米粉就特别香 特别好吃 小孩子吃完一盘又要一盘 六岁的小男生他吃了四盘 他吃了四盘 我想或许没有太大盘啦 但是问题是 这四盘的量应该也是蛮惊人 那我就跟妈妈说 其实因为你的状况 也没有吐也没有拉 听起来不像是什么病毒性的肠胃炎 那又不是什么又下腹痛 也不是盲肠炎的话 那照道理应该是你吃的那个米粉 真的不大好消化 那就算你那个米粉是百分之百的米质 其实吃的量这么大 也会造成肠胃的不舒服 那另外说如果他吃了起来 觉得很弹口 觉得很好吃 很有嚼劲的话 或许他不是百分之百的米粉 我们额外加的那些修饰淀粉 也可能造成孩子的肠胃消化不好 所以我就提醒妈妈说 下次如果再有这种选举的托 你大概就吃个一盘就好了 不要再吃那么多了 真的 那问一下这个新美医生 刚刚阿芳老师料理过程当中 他说那个因为放了芋头 所以米粉就放少一点 其实米粉跟芋头都是淀粉值的来源 我其实特别要赞许一下 阿芳老师里头放的芋头 其实我们更鼓励一般的人 在吃淀粉吃所谓的圆形淀粉 也就是他切起来大概是怎么样 从来没有加工过的这种 这一种的淀粉 其实相对下对身体是好的 为什么我先讲一个 这个有点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个案 这病人他来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某一次健检报告 来请我看 通常这种我们都知道 他背后有一个故事 只是还没跟你讲到 他当时就说他很担心 他最近健检报告 整个全部变红字 一番哇还真的很严重 我们的血脂肪 有总胆固醇跟高密度 低密度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 通常会验这四种 总胆固醇正常的200 他300多 低密度胆固醇 理论上大家差不多100上下 甚至100以下是比较好 因为他是不好的胆固醇 他高达200多 其实这个指数 在我们的意思来讲 他是属于一个很高风险群 会变心血管疾病 三酸甘油脂也变很高 正常150他380 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指数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你有没有家族病史 他就先摇头 他再补一句 其实我以前没有这样 我就知道这个中间 一定有一段故事 我就准备要等他讲 他的故事其实是这样 有些人真的是 会为了要矫正一个指数 做出很多改变 但没有经过任何专业的商量 他在这个之前的一年多 也做过一次成人体检 那这成人体检 其实他本来都是健康的 他只有一个指数是红字 就是血糖 我们正常的血糖 通常100以上 会开始显示红字 126以上叫做糖尿病 他就在110几 那他本来很健康 他看到他110几吓到了 他想说哇糟糕 我会不会以后变糖尿病 因为家里曾经有听过 这个糖尿病后的一些照护 很辛苦 甚至洗肾的问题 所以他其实自己很担心 那他是一个那种 比较是科学派知识派的 所以他自己就去 真的就是像刚刚罗医师讲的 有一种血糖机 是可以看一整天的血糖变化 他就自己在钻研 他的血糖在什么时候会上升 他得到结论就是只要他吃淀粉 他的血糖就会穷很高 那他就开始去测试每一种食物 最后他迷上了一种 我们其实现在可以把它叫做 生酮饮食的方式 因为他发现 他只要吃油脂类的东西 血糖就不太会变化 所以他开始非常的喜欢 食物里头淀粉全部拿掉 他就只吃油脂 鸡肉跟青菜 最多就是这样 青菜不喜欢吃 所以几乎都是以油跟这个鸡肉 对蛋白质为主 所以可想而知 他后来其实在一年多 才短短一年半的时间 他胆固醇指数整个冲高 那时候其实我就花很多时间 在跟病人喂叫 说其实应该是因为你的淀粉选错了 其实刚刚罗医师有提到这个表格 大家观众朋友顺便可以拍个照 回家其实可以做一个研读 我们其实可以利用每一个 这个蛋跟五骨根筋类的这个淀粉 他其实都会经过一些血糖的检测 可以看到血糖冲很高的 他其实当然相对对我们身体负担比较大 如果我们选择是中GI以下 你会看到中GI以下 通常有几个特色 原型食物 比较是粗糙的 你要花一点时间拒绝 他不可能一下子就吸收的食物 而且膳食线味比较多 对 当我们去选择这些食物的时候 其实相对下 他的血糖症幅就不会那么高 那因为这个病人 他本身是很有科学研究 到来我这里 他还是一直有在装这种监测器 他就半信半疑的开始选择 他其实都是吃比如说芋头地瓜 这些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搭配很多蔬菜 他就发现他血糖好像没有像之前 吃这些白米饭来的震荡这么大 他就愿意接受 再过一段时间去追踪他的胆固醇 就比较有回到正常值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 食物还是要回到原型的食物 其实对于血糖的震荡 也算是相对比较健康的一种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做的是 葱香红菊炒米粉 妙了 红菊要拿来炒米粉 而且炒的是米粉汤的粗米粉 粗米粉 对因为一般都是可能在吃米粉 他今天用的比较特别 那这米粉呢 就是说你拿来泡热水就可以了 把它泡软就可以了 泡多久 大概泡20分钟 好 让他吃掉一点水分跟热度 那待会就会比较容易炒熟 比较容易炒熟 对那再来说 因为米粉它其实有三个东西 是一定要它的香味来源 就像刚刚阿凡老师有用一个香菇 香菇 虾米 我都要用 他一个是葱 对但我今天做一个葱油 比较不一样 香菇 虾米 跟葱 跟葱油 待会是这个龙师傅的法宝 对对 那我今天先把 教大家做这个葱油 那葱油的话很简单 他只是把那个葱 稍微把它切成末状 你中间这个是 酱末 带一点酱末在里面 然后呢就是 四分之一小时的盐巴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那另外一锅呢 这边也是一样 就是放一点油在里面 然后基本的这个程序 就是来 这个虾米跟香菇 对 我们爆香虾米跟香菇 对稍微给他做一个炒香的动作 那我这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里这个就是 用红麴酱腌的这个鸡腿肉 好我们给镜头拍一下 这个是鸡腿肉的腿块 那把它切成鸡块 之后用红麴酱直接腌 红麴酱是不是也有 脚味也有咸度 没有红麴酱要买那个传统市场 在做的这种 对这个是里面只有盐巴而已 只有咸味跟红麴的香气 不要去买那个整罐已经调好的 那味道 其实味道比较 没那么的自然一点 好 那我这红麴酱大概是 一只腿大概一大尺 所以这边是两大尺的红麴酱 然后加一大尺的糖就可以了 好那这个时候就用传统的红麴酱 然后调味了糖 那腌多久它可以入味 这个大概也是腌差不多半个小时 拌均匀就好了 好那这边锅子呢 稍微把它放一点的 红麴酱 红麴特殊的风味跟香味 对很古早味的一个味道在里面 那炒的过程当中呢 稍微让它稍微有个香气在里面 那这一锅已经冒烟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葱油怎么做 好 这个已经冒烟了之后呢 热油 对热油 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淋下来 所以油葱 油来葱这个红 利用这个香味 然后迅速把它搅拌一下 这个跟人家那个花椒油一样嘛 有些花椒油也是热油来葱花椒嘛 葱姐你可以闻这个味道就可以了 整个葱的香气都出来了 好香喔 真的这个是港式三宝店之宝 对 其实做法都一样 就是要让葱的香气 像刚刚阿曼老师在里面是用炒的 那我这是葱油下去 然后再铺上去 这个直接沾白斩鸡之类的都会很好吃 都很好吃 对对对 好那鸡肉已经差不多已经定型了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 这个菇类放进来 就带一点这个口感不同的菇 那今天准备了高丽菜 还有点豆皮切丝 高丽菜 对 然后还有这个豆皮 那个 里面增加那个香味 我觉得典型的台式妈妈炒米粉 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配方 嗯 高丽菜也是很受欢迎的 对 嗯 好 好 那再来呢就是我稍微给它放一点的水 好 来 对这里面的话呢 它本身带一点水在里面 然后米粉下去炒拌一下 它的味道就很快就出来了 好 好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带一点水分 然后盖上锅子 对稍微给它锅 那闷它 好 那闷它的同时 再请教一下罗医师 是 肾脏病患如果要饮食现蛋白的时候 米粉米制品 或者这个是淀粉制品 都可以考虑搭配 像我们糖尿病病患 确实是要考虑一下淀粉的一些摄取量 那糖尿病患久了之后 有时候它肾功能比较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除了淀粉类之外 我们蛋白质也是一个要稍微去限制的部分 我跟她说 我们之前门诊来一个大概70岁的一个阿姨 她其实她来我看我的门诊的时候 那时候她的肾脏功能 大概是肾氏球过滤率大概在60左右 那算起来大概就是已经到慢性肾病第三期 那她其实之前在外面控制的都好好的 那只是说家属发现 她最近这半年一年来 发现她走路比较不稳 好像就常常容易要跌倒 要跌倒的感觉 那通常这样子70岁的老人家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很担心说她是不是有个中风的状况 那来门诊的时候 大家是先帮她排一下一些脑部的影像学的检查看 那看来其实她并没有中风 那其实跟这病人在跟她对打的状况 她其实动作都很流畅 也没有说哪一边没有力气 或者是脸歪嘴斜之类的 那意识也都很清楚 她就问一下老太太说 她自己有没有觉得自己哪里不舒服 她就说她其实觉得就是都没有力气 走路或者是拿筷子都觉得比较没有力气 那更明显的是说 她有时候在清洁她厨房 那抹布在拧那个水的时候 她其实连那个水都拧不干净 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发现 如果去扭那个抹布 我们用的是一些骨骼肌肉的力气 就发现说 就开始怀疑说 她是肌肉上面有什么问题 我就立刻请她说 把那个她的袖子往上拉 裤管往上拉看一下 果不其然发现她这些骨骼肌 都开始已经有一些退化 就是软软的开始那边晾晾在那里 那顺便就帮她拿尺量一下 她那个小腿 小腿围最大的地方量下来 果然是小于32公分 她就是一个肌扫症 那大家如果平常在家里面 怀疑自己有没有肌扫症 可是也不一定要用尺 可能就是用那个手指头 大拇指跟我们的食指 食指稍微去围起来看看 一般通常正常肌肉 发展得很好的 她围不起来 那如果肌扫症一围 她其实很容易就可以两只手就可以靠在一起 我觉得模特儿该围得起来 对 她们一定都吃很少 对对对 因为她们吃的食物都很少 那火婆她其实她就说 因为她肾功能开始慢慢变差之后 她很担心说 她以后怕洗肾 所以她就是蛋白质 她限制自己非常的严苛 一般的一些豆蛋鱼类 她几乎都不吃 那除此之外 她其实她发现说 她听说我们的一些米饭里面 也有一些蛋白质 那她说她米饭她也少吃 大概一餐都吃一两口 所以她其实很快 她体重就掉下来了 那肌肉就很快速的萎缩 就变成一个肌扫症 那其实我跟普波就跟她说 她其实目前肾功能算第三期 那她其实一公斤 还是可以吃一公克的那个蛋白质 那如果她真的很担心说 她蛋白质吃摄取量太多 那她其实可以选择 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蛋白含量比较少的淀粉类 像一些我们的米粉啊 米苔木啊都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向 那再来另外很重要就是 因为她已经有肌扫症了 那饮食建议之外 我跟她说 你可以去公园跟大家打打太极 太极的部分 其实她可以维持一个 增加我们的平衡感之外 其实她可以增加我们的肌肉的耐力 比较不会跌倒 好 那我们的容师傅的这一锅也烧好了 对 好香哦 我现在先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她这个都是比较属于原味 那这个红麴的鸡肉都已经可以了 味道都上色了 那她因为这个米粉要炒 所以水真的不要太多 这时候我就把这个米粉倒进来 那你今天这个是给大家尝试不同的口感 这个是粗的 粗的米粉 那如果细的也可以用一样的做法 细的也可以直接这样做 那我这边会再加像这个一点的辣豆板酱 好 就是取代那个酱油的一个味道 豆板酱对 然后呢 这胡椒粉 这感觉是个大菜的感觉 所以现在要让她吃这些味道 对 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米粉它本身没味道 那是葱油下去 对 是葱都下去 红橘葱油跟豆瓣酱 对 那因为先用热水泡过这个米粉 所以它是熟的 都熟了 它现在是要入味就好了 只是半个味道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我们发现很多的炒米粉虾 是加大量的油去 让它的提味感就会比较上升 它用这样子葱加上油之后 油的量可以大量减少 可是你吃到的这个提味感 其实是一点都没有减少 再加上它利用红麴去调味它的肌肉 所以肌肉吃起来又甜又嫩 整个加起来 其实你不知不觉吃进了很多的蔬菜 吃进了一些Q弹的米粉 而且每个上面都裹着很香甜的酱 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在家里 你有一点空闲时间 可以帮家人煮一个好料理的时候 这样子的做法 是我还蛮推荐的方式 其实我要先讲一下 刚刚陈慕容医师提到 那个小朋友吃了四碗米粉的事情 就让我想到我这个故事 当假设有一个食物 对你的吸引力有一点超过的时候 你一定要回去想想看 这个吸引力的背后 到底暗示了什么意思 我这有个病人他来找我 是因为他自己在做减重 在做减重的时候 他就觉得奇怪 他体重卡在一个理论上 这个BMS还算太高 他觉得他应该可以再下降 那我的习惯都是 我会请病人回家 去拍他每一餐吃的东西 我快速看一下 有什么要调整的 他真的乖乖拍 所以一看就发现一个特殊状况 他的中午都只吃 看得出来是他家附近 就是他公司附近的一间 这个炒面店 所以他每次中午都是 我们下那个便当盒 里头就是铺满了那种 油油亮亮的这种炒面 我就跟他说 其实我们如果在减重的时候 我比较推崇的方式是吃大量的蔬菜 加上这个适当的淀粉跟蛋白质 我跟他讲完之后他都点头 可是下一次来的照片又是炒面 顶多旁边多一个菜 我就问他说 到底为什么你的中午这一餐 你的炒面就是没有办法戒掉 他后来说他想了很久 他觉得他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假设要将中餐的这一餐 改成我们一般的 比如说白饭加一些自助餐的青菜的时候 他到下午两点肚子就会饿 而且会很饿 他一定要去吃下午茶 可是他吃这个炒面就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以我们来讲 我第一个直觉想到就是 好那我下次就真的把炒面再放得很大 你就看到在这个面条的上面 跟面条的下面 都铺成一层油油亮亮的油 我们要知道 其实我们在摄取油脂的时候 它会让我们的饱足感时间 确实会被延长 可是其实油脂相对下的热量 是远大于我们说蔬菜蛋白质跟淀粉 相对下一克的量是更多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掌握到问题所在 应该是因为他炒面里头加了很多的油 所以他其他面店都不能选 只能选这间 因为这间饱足感是够的 所以后来我跟他解释完之后 我们真的利用大量的蔬菜去做取代 取代他对油饱足感的这件事情之后 其实他的这个炒面就可以戒掉了 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假设今天我们在外面吃的炒面 其实你没得选 我们可能选到 他为了要让这个口感是大家都喜欢的 所以他会添加比较多的 让大家都爱的原料 可是如果你在家里选 其实你就可以像黄师傅这样做 多用一些我们说好的东西去调味 吃起来口感其实没有扣分 但是健康却是大大加分 那这个陈医师你要提醒 市面上有一些米粉 未必是百分百除米质 那如果有掺杂的淀粉 包含小麦淀粉的话 你们临床上看到很多小朋友 有小麦的肤质过敏的体质 我以前曾经有遇过一个孩子 他五岁了 但是其实他从一岁两岁的时候 我们就陆续在追踪 妈妈主要的抱怨就是在说 这个孩子常常嘴巴破 有的时候嘴角破 有的时候是嘴唇翻开 里面有破洞 那其实小孩子痛得哇哇叫 非常的不舒服 东西都吃不下 那第一个医生检查的时候 跟他说 你这个就是小朋友 没吃青菜水果啦 回去多吃青菜水果 结果那孩子认真吃了 一个月两个月 还是常常破 第二个医生跟他说 你这缺乏维他命C 那想说你吃青菜水果 就有部分的维他命C了 怎么还会缺维他命C 妈妈就回去再多补充 那个维他命C的保健食品 第三个医生说 你这个是缺乏维他命B 好像说什么B群 容易破嘴这样子 妈妈就是这个也补充 这个也补充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原因 后来我看的时候我就说 妈妈那你有没有办法 把他的那个食物日记 每天吃什么东西 记录下来给我看 他两个月60天里面 大概有40天嘴巴都在破 好惨喔 你一个破洞要修复 可能就要两天三天五天 然后好不容易好了 又换这里又换这里 我就说妈妈 我们把这些东西化起来 他吃面条啦 然后他吃面包啦 这些食物的时候 好像嘴巴破就比较明显 请妈妈接下来这一段时间 就不要吃这些小麦类的制品 真的 他的嘴巴破就好很多 少很多 妈妈也觉得应该是 这个小麦过敏 有一天呢 妈妈去那个市场 就看到人家那个米粉汤 他想说 怎么想来想去 米粉汤应该就是米嘛 应该跟我们说 要避开的小麦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 他就叫了一碗自己吃 然后也给这个孩子吃 隔天 小孩子嘴巴又破了 妈妈真的也回想说 他没有吃到任何 有关于小麦的食物啊 我就说妈妈 我们当然以为说 米粉汤应该是米 可是实际上为了要修饰 里面的淀粉成分 可能真的额外再添加 妈妈听的时候 其实还是半信半疑 后来妈妈真的确定了 因为他孩子好了以后 又隔了一个月 他不死心 又再吃第二次 又破了 所以我都会提醒很多 这种人体实验珍藏的 辛苦 不过也是最准确的一种 我都会提醒很多爸爸妈妈 就是说这个米粉 这个食物 的确它有可能是 额外添加了一些小麦淀粉 小麦淀粉在孩子来讲 有些过敏 虽然小时候会 长大大部分都可以改善 可是在出现过敏的时候 还是要多注意一下 真的 谢谢陈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 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March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我们的影片还会上传 我们YouTube官方的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